那新聞頭條我們持續來看到花蓮目前搜救的一個最新現場 泰魯閣搜救行動還在持續進行當中 那麼稍早是利用了直升機吊掛救援9名房客 有孕婦還有慢性病患者 現場最新情況把時間交給舒宏 好的主播各位觀眾 在泰魯閣的搜救指揮中心稍早的時候呢 送下來了多名的精英飯店的遊客 他們有人呢是腳被割傷需要緊急送醫治療 有的呢則是孕婦以及身上有疾病的民眾 其中有一位呢他是孕婦 並且他帶著他的女兒來這邊做剪傷 因為呢可能身體有些狀況 緊急需要送到醫院檢查 因此呢今天上午直升機不斷執行調劃的任務 不僅是救援也包含了空投物資等等的行動 目前在整個天牆的活動中心 以及精英的飯店裡頭 總共有高達將近七百人在那邊受困等待救援 那另外今天還有其他的一些搜救的行動呢 是包含了沙卡當的五名的一家五口失聯人口 以及呢九區洞 還有綠水營區總共二十八人等等 都是持續的在進行救援的任務行動 而現在的最新的情況 我們來聽一下稍早的訪問 是精英酒店裡面有一些孕婦或者是說需要後送的三萬 那我們會有直升機把他後送到我們的這個營地這邊來 然後再用我們這邊的醫療醫療人員去處置 然後看是不是需要後送 可以聽到目前搜救行動表示說呢 只要是在金飯店裡面有疾病需求 救醫需求以及孕婦等等 都會利用緊急調掛救援的方式把人救出來 而整體的搜救行動還在持續進行當中 稍後有最多更多的新聞內容隨時帶您掌握 主播 造成泰魯閣金英酒店小巴還有大約四十多名的員工 他們最後是全部都受困在台八線的中橫公路 那麼今天搜救人員是持續的挺進中橫破碎道路 已經陸續救出這些受困的員工 那受困員工他們有拍下了第一視角的影片 好 所以可以看到影片當中呢 員工他是拿著手機趕快拍攝一下現場的狀況 可以看到救援隊是派出了怪手在搶通道路 那在這個狹小的道路上作業也是看起來非常的可怕 顯像環身 而一旁的山壁上其實還是不斷有落石 往山谷裡面掉下去 並且還冒出了陣陣白煙 0403地震造成了死死1106人受傷 那目前還有將近700人是受困 太魯閣精英酒店以及天翔活動中心消防署計畫 是今天會派直升機去救援 不過上午雲層彌脈在山間增加了搜救的困難度 現場情況把時間交給志華 好了 主播各位觀眾 0403大地震已經造成死死1099人受傷 那其中在花蓮山區還有超過700人受困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們現場這邊 路邊有非常多碎石 而且在我們登山口這邊 就是太魯閣國家公園 東西橫貫公路路口這邊 就已經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攤方 甚至有著直批整個被扒了下來 只剩一片黃土這個樣子 那目前受困的700多人當中 有將近700人 600多人是集中在太魯閣精英酒店 還有文祥活動中心 那消防署預計在今天要出動黑鷹直升機 去救援把大家給救下來 因為終於確定說在精英酒店門前的停車場 可以讓直升機起降 那但是直升機一台只能在6到7個人 如果要把600多個人全部救援下來的話 等於說要載運100多趟 這個難度是非常的高 那再加上說 今天的花蓮這邊天氣也變天了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們山區這邊 雲層非常的低 甚至說還有下雨的可能 所以剛剛稍早在黑鷹直升機 在我們這邊穿梭的過程中 其實它跟著雲層的距離都非常的接近 我相信視野肯定也受到影響 那是否會增加難度 那今天的救援計畫是不是會生變呢 人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那上午可以看到 持續有收救隊的車輛 也持續往山區進駐 那另外還有在我們畫面 右手邊這邊前方的隧道 如果再往前面走 就是花蓮著著名的沙卡當步道 那沙卡當步道這次有傳出的儀式 是有一家五口 目前疑似被活埋在那邊 目前是處於失聯的狀態 那今天已經是第三天了 那家屬都非常擔心 搜救隊今天也會出動生命儀 還有搜救權去看試圖是 搶救他們最後一線生機 以上是現場最新情形主播 開門部感謝你的斗內 花蓮的7.2強症災情慘重 目前死亡人數是10人 傷亡人數更是超過了千人 同時現在全球媒體也非常的關注 那CNN不只是關注救災行動的最新狀況 今天他們的晨間新聞也特別提到說 北部有一家婦產科護理師 在強震襲擊當下是用肉身保護了新生兒的安全 勇敢的舉動讓人動容 至於在災情影響方面 CNN是表示說地震重創了花蓮的觀光產業 除了安全以及交通的考量 路透在花蓮當地訪問了一家親旅業者也說 日幣貶值同樣是讓國內的民眾偏好出國旅行 而不選擇國內的旅行 這也讓花蓮的觀光產業更加的岌岌可危 所以在花蓮3號的時候發生這樣規模7.2的強症之後 其實陸陸續續已經有400多起的餘症 很多民眾都表示說怎麼感覺隨時都在搖晃呢 那麼氣象署地震中心也表示說 後續3到4天可能還會有規模6.5以上到7.0的餘症 這個也是自921大地震之後最大的地震規模 所以提醒大家呢 現在家裡的物品一定都要固定好 不然呢一個地震又來好恐怕東西又全部掉了破了碎了 那現在呢其實後續還是有不斷的餘症 那剛剛有說到了嘛一間400多起的餘症 包含了昨天深夜以及今天凌晨也都有發生過兩起超過5的餘症 那很多民眾就表示說其實的確是有感受到 那像花蓮跟宜蘭也有說有收到了這個國家級警報 那我們現在先來聽一下地震中心的最新說明 地震之後相關的餘症情形 那在昨晚也就是4月4號晚上10點30分 在花蓮縣政府北北東方大概32公里的位置 發生一個規模5.1的地震 這個地震的深度是10公里 那這個地震造成鄰近地區包含和平 就是花蓮的和平以及宜蘭的南澳有達到四級的震度 在花蓮市有到三級的一個震度 那至於在桃園這邊有兩級的震度 桃園市有兩級的震度 在台北跟新北這邊各有一級的震度 那中間當然陸陸續續有發生蠻多的小規模的一個餘症 接下來在今天凌晨也就是4月5號凌晨2點35分 也在花蓮縣政府北北東方大概19公里的位置 發生一個規模5.3的一個地震 這個地震的深度約在31公里左右 它造成了宜蘭的太魯閣還有那個花蓮市 南投這邊大概都有三級的一個震度 那在比較人口密集的位置 包括桃園市、新北市、台北市都有兩級的震度 因為這個震度已經達到了一個 國家級警報發布的一個標準 我們也在同時間在地震發生後 迅速發出了國家級警報 針對宜蘭花蓮地區的一個民眾做出提醒 那希望民眾在收到警報以後能夠做及時的處理 因為最近地震相當多 那我們也提醒民眾應該做好相關的一個準備 那這個地震的餘症的狀況 目前統計到9點16分 我們的餘症大概有487個 這裡面包含了顯著有感地震 也就是有編號的地震是114個 那至於那個小區有感是373個 那這裡面比較大的餘症就是在地震發生後 大概8點11分的6點5 還有10點14分的6點2以外 接下來就是在5到6的地震 總共目前同共有18個 原來在昨天跟各位說明了16個 那因為今天跟昨天晚上 各增加了兩個規模5到6的地震 有些說5點1跟5點3的地震 所以這個數目已經增加到了18個 我們呼籲民眾 因為這個餘症不斷加上又有封面來臨 山區的道路會可能會因為這個土石的鬆軟 還有雨水的一個濕潤 然後如果加上餘症的一個作用 可能會造成一些山崩落石的一個狀況 希望民眾在出遊旅遊 或是相關的一個出行的一個規劃 要注意避開相關的一個危險區域 以達到保障自身的一個安全 以上針對這個地震的餘症的情形說明 是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什麼相對的問題 規模大的部分 因為我們看到這兩天來的一個統計資料 比較大規模 包含我們舉例來說 規模5到6的地震 降到昨天其實是維持在16個 其實慢慢慢慢去一個穩定 那顯著遊感的部分 也一直維持在113、114這樣的一個數字 對於較大規模的地震 目前慢慢慢慢是去比較平緩 反而是一些比較小的一個餘症 就是小區遊感的餘症 它陸陸續續還是在做一個能量的一個釋放 所以還是提醒民眾 地震之後其實還是會有很多的一個餘症 還有就是說其實台灣東部 其實基本上還有台灣的本島 其實很多的一個地震都有可能隨時會發生 並不會因為這一次花蓮規模7.2的地震發生以後 就做一個完整的能量釋放 其實台灣地區就是一個地震很耗發的一個區域 我們民眾還是要做好相關的一個防震準備 包含住家的一些家具 中物不要固定 不要放在高處 在地震來臨的時候 這些中物可能就是會造成你 私生傷害的一個主要來源 好所以就提醒大家 雖然餘症有在慢慢的減少了 但是還是不可以輕貨 另外呢7米連假其實天氣狀況是不穩定 尤其在山區的部分 所以也提醒大家7米連假是千萬不要前往山區去遊玩的 好再來我們持續來看到花蓮的天王新大樓 在昨天晚間是完成了初步採樣勘查 今天就會進行拆除了 不過上午有一名呢這個婦女喔 她是說跑到現場哽咽表示說 希望是可以進到大樓內 因為她想要拿留在屋內的財物 那現場情況把時間交給婷瑜 好了主播 花蓮牆之後第三天 傾斜的天王新大樓也在4號晚間 完成初步採樣勘查 將在今天開始進行拆除 但就在這個時候 有位女婿住戶突然跑到現場 雨帶哽咽咽表示 希望可以進到天王新大樓內 去拿她遺留在屋內的包包 一起來看少早的訪問 好可以聽到這位阿姨 內心感覺是非常著急 她擔心今天大樓就要拆除 而她屋內的包包有現金 馬上就可以拿來救急用 雖然不記得裡面有多少錢 但估計至少有上萬元 是她之前兒子中風 親朋好友包紅包來資助他們的現金 無奈現場工作人員 因為大樓已經成為围樓 為了保障住戶的生命安全 也只能禁止屋內收拾財物 等到拆除後 會將所有物品 送到紙禁場所 來讓住戶認領 以上就是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將時間鏡頭交還給朋友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汁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道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今天的節奏 請不要叫做編替 請給了小吉祥 請給了小吉祥 請不要做編替 邀請把編替 交流 我請給了小吉祥 請把編替 請給了小吉祥 請給了小吉祥 請幫助我 請不是請問 請問中柱 請記得? by bwd6